旅游艺术及文化部长拿多斯里张庆幸 在机场为中国女子解围仪式 和移民局僵持不下 双方各执一词 为此反贪会将会在明天会见张庆幸 对机场移民局官员涉滩的指控展开调查 反贪会首席专员丹斯里阿战巴基 也向前锋报证实 当局将传召设施的中国女子调查 他强调在还没有确切的了解 事情的来龙去脉之前 反贪会需要深入调查 不会妄下定论 反贪会表示 不希望看见有人趁机利用这种紧张局势 制造话题或是胡乱揣测 当局促请民众保持耐心 一旦事件属实 必定会采取执法行动 另外针对张庆幸闯入机场入境厅救援的风波 雪州总警长拿多胡申奥马表示 警方已经接获了一宗投报 报案人要求警方调查闯进机场的部长 感谢您的观看 感谢您的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